前面我们介绍完了这个卡不卡 接下来咱们才能进入到真正的Spark Dreaming 一般情况下都是我们的Spark Dreaming的整合卡不卡 现在我们就来写一个Spark Dreaming的一个小程序 还记彼得昨天我们给大家看了Spark Dreaming的很多的一些文档 是吧 都是英文的吧 是不是听得一头雾水 那现在我让你总结一下 一般这个英文文档在官方它的主页上都吹 它自己多么多么牛吧 它是不是能实现什么样的功能吧 是不是用起来多么多么简单 然后很快就可以勾建一个高冰花 分布式可扩展融错的一个分布式实时应用吧 对不对 那在咱们那个Spark Dreaming当中 它Internally是不是有一句总结啊 它就工作就像流水一样是吧 那么我们会把这个数据切分成多个批次 然后把这个小批次提交到集群里面 然后每一个批次都会产生一个结果吧 现在咱们先不想这个Spark Dreaming它是怎么 有多么牛逼 我们想一想它到底怎么干的 工作的时候怎么工作的 现在假设你有一个Spark引擎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Spark号引擎 你想让它计算实时任务 你说可不可以 比如说现在呢你有一个Spark引擎 这个引擎呢是不是可以用来计算数据啊 那么它里面是不是有Master 有Master进程 还有呢 Worker Master先起Master再起Worker 并且呢有很多的Worker 好先起Master然后再起Worker Worker向Master接力连接并注册 然后Master向它反馈一个注册成功的消息 然后呢它是不是定期发送心跳 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爆火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起一个SparkSubmit吧 这个SparkSubmit它也是一个进程 它也是一个进程 那么那个进程的名字是不是就叫做SparkSubmit 是吧然后它还有个小名小名叫Driver是吧 好嘞 那么以前我们提交的任务是不是都是离线任务 提交给Master Master一看有Driver向他申请资源 然后呢它是不是会找哪些台Worker上满足这个需要的资源 然后是不是在这个跟再跟Worker进行RPC通信 让Worker启动Excultor吧 那么这个Excultor是不是Worker启动了 没毛病吧 这里边呢 咱们假设每一个Worker呢都启动了一个Excultor 好以前呢 这个离线任务Excultor呢是不是跟我们的Driver进行通信吧 那么这个Excultor是不是间接的知道Driver在哪里 然后找属于它的那个Driver吧 好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写程序吧 是不是首先搞一个NC点啊 TestFile是不是 是不是先创建RDD啊 是不是首先你要创建一个SmartContext啊 啊 那么这里边首先搞一个VLSA等于New一个SmartContext是吧 然后呢 它再搞一个RDD 然后是不是对这个RDD进行转换是吧 调用它的 调用Transformation 然后怎么样 是不是调用Excel 比如说调RDD啊 咱们生成了很多的RDD 比如RDD5吧 RDD Count 你一Count 是不是它就会处发这个任务的生成啊 因为你一处发Excel 一个完整的DAG是不是就形成了 一个完整的DAG形成了 它是不是又要从后往前推 根据最后一个RDD 有这个RDD5吧 是不是找它的负RDD 然后再判断一下它的依赖关系 如果是咋依赖继续往前推 如果是快依赖怎么样 它是不是叫划分State 它其实怎么划分的 如果是宽依赖 它就递归进去 递归进去 然后呢 是不是再找负依赖 再找负依赖 再找负依赖 如果是宽依赖的 如果是SARP 再怎么样 再递归进去吧 那递归的出口是什么 是不是这个RDD 再也没有负RDD了吧 那这样它是不是递归出去 递归出去 是不是从你上一次 遇到那个宽依赖 递归出去 递归出去 递归出去吧 这样呢 那是不是可以将你的DAD 划分成多个State 是吧 划分成多个State 那么如果有多个State 是不是要提交 前面的State 再提交 后面的State 因为后面的State 是不是要依赖 前面的State 那一个State 里边 是不是会生成多个Task 那么这个State 究竟会生成多少个Task 取决于这个State RDD有几个分区 有几个分区 就会生成几个Task 对不对 有几个分区 就会生成几个Task 那么在一个State 当中 是不是所有的Task 它的业务逻辑都是 计算的逻辑 都是相同的吧 只不过是以后 它处理的数据 不同而已 对不对 小伙伴们 然后它是不是会把 这些Task 从Driver端 发送给 Ascuoter里面 那么在发之前 先把这个Task的序列化 然后 发送给Ascuoter Ascuoter反应序列化 然后把它丢到 现成词里面 其实这里面是不是 还把它包到一个类里面 实现Rendable接口的一个类 然后丢到现成词里面 然后执行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即使这个程序 有多个State 是不是它提交完 前面State 执行完了之后 再提交后面State 然后再提交后面State 那么我们这个任务 是不是就执行了 执行完了吧 那么这个离线任务 有的人这么来比喻 离线任务跟实时任务 它的区别是 离线任务 它好比是一个 垂直升降电梯 它是不是要运送货物 运送人 你一按这个电钮 那么 是不是这个门打开了 有开始 有结束 OK 有开始有结束 也就是说 它是不是有一个 任务开始的一个时间点 然后 数据全处理完成之后 是不是就结束了 这个计算任务 是不是就结束了 而我们的实时计算任务 它好比是你们坐地铁 或者逛商场的时候 那种 手扶的那种电梯 它是不停地转 不停地转 对不对 不管你有没有人 它是不是都在转 除非你把它 人为给它停掉 或者是它出现故障了 就不转了 现在是不是还有一种 更智能的电梯啊 那你没有人的时候 它是不是转得很慢 人一会来了 有个传感器 它转得很快了 对不对 那不管怎么样 它也是在 也在转吧 对吧 我们这个离线任务 相当于 它有开始有结束 OK 这个任务就结束了 而实时任务呢 它会一直地运行 注意 实时任务的特点是什么 实时计算 是不是一直会执行 会执行 除非 出现 故障 或 人为 人为的 把它 停掉 OK 否则它一直运行 那你想一想 我们如果是离线任务 它提交第一个stage 第二stage 第三stage 是不是就结束了 那 你想一想 Spark这么优秀的一个计算框架 既然它可以做离线计算 我们能不能让它做实时运算 可不可以 那实时运算就意味着这个任务怎么样 它要不停地运行吧 那如果是不停地运行 你想一想 能不能我不停地往里面提交任务 我这个driver 它不一直运行 它不停地往集群里面提交任务 可不可以 你想一想 可不可以小伙伴们 可以吧 你想原来是不是就是一个大的离线任务 这个要计算的数据是不是很多 它是把它提交到集群里面就能计算吧 是不是要等好长时间才计算完 而现在呢 我这个数据是不停地来 不停地来 那你想一想 我能不能 每隔一段时间我提交一次任务 只是计算其中的一小部分数据 就是计算一下你来的这部分的数据 OK 再过段时间我再提一下 再过段时间我再提一下 就是意味着 如果是实时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 我这个任务 我要不停地提交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要不停地提交 我这个呢 就把它给干掉吧 实时任务 好 如果是实时的 拽入了 你就不停地提交任务 提交任务 OK 以前的计算的数据量都比较大 而现在呢 是 小的批式 是不是 数据 以前呢 你就 离线计算 是不是把那个数据都 读进来吧 那读它也不是都读 是不是通过一个 滴在器一点点读吧 它会把你要计算的数据 是不是 慢慢的都读进来 而现在呢 是不是 一定 时间读取一个小批式吧 一定的时间间隔 读取一个小的批次 然后将这个小批次 数据 提交到 机群 OK 把这个小批次的数据 提交到机群 那 我是不是 只要不停地产生批次 不停地提交 是不是就可以了 只要 不停地产生批次 不停地提交 就是一个实时计算 程序了 OK 这个大家能不能理解 原来你就离线 一锤的买卖 是吧 一锤的买卖 把这个 程序 对应的这个数据 是不是读读读读 读完 计算完 就搞定了 虽然说是一锤的买卖 但是呢 它是不是也分阶段的 它不是一下子就砸下去了 而是怎么样 先做一些准备工作 然后 有多个state吧 先提交前面state 再提交后面state 是不是就结束了 而现在呢 我不是要计算 大量的数据 而是我期望 快速地计算 你接收的数据 接一收一部分 我计算一次 接收一部分 我计算一次 那么 我是不是在这个 转入轮 不停地产生 这个小的批次 然后把它提交到 机缺里边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以前你是不是提交的是 一个大RD 注意注意听 以前你提交的是个大RD 什么意思呢 以前提交的是个大RD 这句话也很重要 这句话也很重要 大RD 这个大RD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RDD里边 是不是指向的数据比较多吧 是不是 RDD 中 读取的数据 对应的数据比较多 多是吧 现在呢 现在 产生的是一个 很多小RD 很多小RD 小RD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我一会产生个小RD 一会产生一个小RD啊 是不是 是不是 现在产生的是 很多小RD 就是每个 每个 一个固定 的时间 就会产生 一个小RD 然后把这个小RD 怎么样 小RD 提交到 集群 那你想一想 它每个一段时间 产生一个小RD 每个一段时间 产生一个小RD 那就意味着这个Driver 怎么样 不停的往集群里面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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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意味着这个集群里面 是不是 这个TAS会不停的执行啊 这个TAS是会不停的执行 计算逻辑 OK 那么这个TAS 是不是要从对应的存储系统里面 读 读完经计算 计算完成之后 是不是再把这个数据怎么样 再写入到哪里 再写入到我们对应的 外部的存储系统里面 比如说 MySQL Oracle HBase MongoDB Redis 等等 是吧 好 那你想一想 Spark它有这么强大的一个计算引擎 我现在想要实现 实时计算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原来呢 你提交了一个很大的任务 现在呢 是不是把这个大的任务怎么样 信用成小任务 是吧 你原来 还是把所有的数据都是一点点读进来 而现在怎么样 是不是我隔 5秒钟 或者是10秒钟 或者是20秒钟 或者是1秒钟 或者是几百毫秒 我产生一个小批次 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小批次产生数据 对应的这个RD 对这个RD里边 它还是没有数据 它是不是引用了 你在这个批 在这个时间段产生的数据啊 然后是把它提交到机学里边 真正在处罚任务的时候 它才会读 这个RD对应的这个数据吧 你这个RD小是因为什么小啊 它是不是引用的 要读取的那个数据比较少啊 原来你 你那个RD是不是 它对应的是ADFI 那个目录下面 这个目录下面 是不是有很多很多数据 而现在呢 你这个小RD是不是读取的 是在这个时间段 你指定那个时间段 产生那个数据 它有可能在卡卡当中 有可能在其他的消息中间件上 对不对 它是不是在这个时间段之内 是不是产生多少数据 它有 它会记录 该从哪读到哪吧 那想 你想一想 产生了这么多的小RD 是不是我要 每个段时间提交一次 每个段时间提交一次吧 那我问一下大家 这个小RDD里面 其实并不是一个小RDD 而是你对这个RDD 是不是进行了一系列操作 那么这个RDD里面 是不是也记录了 你对它进行了 什么样的操作吧 它是不是也会生成 一个小的DAG啊 然后 是不是要切分成 很多 State 然后再提供到 机群里面之行吧 没问题吧 好 现在你有可能不太懂 没关系 你只要记录 我们的18个程序呢 它原来是做离线任务的 现在 我是不停的提交 不停的提交 不停的提交 它也可以做 实时计算 原来你提交一个任务 数据量 对应的数据量 非常非常大 它要计算 很长时间 现在怎么样 现在是不是 我提交这个任务 这个RDD对应的数据 RDD是 指向着那个 卡卡当中的数据 或者是其他的 销售中间件的数据 是不是不是很多 那么我把它提交到 机群里面 它是不是就可以快速地把它执行了 是不是 再来一个小皮图 再提交到机群里面 再来一个小皮图 再提交到机群里面 这个时候呢 我的提交的 这个时间间隔越小 我的那个延迟 是不是就越低啊 对不对 有人说 这个提交这个时间 或者是你生存 那个批次的时间 可以设置为 时间间隔 可以设置为多少 可以设置为秒 甚至毫秒 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设置的时间比较长 就对应的这个 这个时间段 是不是产生的数据比较多 如果你设置这个时间段 比较短 那就意味着 我这个批次的数据 对应的数据 是比较少啊 我计算是不是就更快一些 是吧 好嘞 那么这个是我们 SPA追命的一个简单原理 但是可不像我们想象这么简单啊 我们把它说明白了 但是不像我们想象这么简单